邯郸之战后,赵国转,为维安信陵君为无忌就赵有功,但他窃取为王补服,击杀,大将近帝,害怕维安离王降罪,不敢再回帝国,命令赴将绿军回位,自己绿陵宾客停留在赵国,秦昭将王庭说信陵君留赵,认为这是公位的大好机会,列蒙奥,率军东向公位,为兵旅败,不能抵挡,秦军进攻,维王派使者,持黄金采帝,请维无忌回国拒勤,信陵君回国后,维王免其切不杀江之罪,受上将� 信陵君致输各国,请求派兵原位赵韩剑,除等国国均素,来敬重信陵君,纷纷,遣军到位,听其节制,只有齐国不肯发兵,位无计率,领位赵韩楚,变武国连,军西向攻勤,秦军败退,联军追至河外,包围了秦军,信陵君亲茂事实,率先冲锋,全军士气大阵,紧随冲锋,秦阵营混乱,孟奥英赴被受敌,被迫吸退,联军乘胜公至韩古关京河南领导北,秦军紧 闭关门,坚守不出,相持愉悦,联军撤回,对安黎昂为表彰,信陵君拜秦收复关东师帝功劳,拜为上下,封义武城,次次合纵攻勤,给秦国沉重打击,信陵君从此名杨天下,各国斗太使者向他学习兵法,后世称之为为公子兵法